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团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时事解读话题是 美国被指挑衅 逼习近平封台 金融大佬说 中美在战争的边缘 这个话题会分成四部分来说 首先 多谢大家对我们透视中国的支持 多谢在影片下面留言支持的朋友 那些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没关注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和按影片右上角的小铃铛打开提醒功能 看完节目之后 记得点赞、转发和留言支持我们 长期关注透视中国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对中国的内政、习近平面临的政治风险 和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大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 并且不断地得到了印证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里奥 4月26日在《Link King》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到对中美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担心 而中国正在国际中扮演和平使者 去拉拢各个国家和中国内部的环境 还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来避免战争的建议 众所周知 达里奥是中共把他当成好朋友的 华尔街建制派 亲中的红猫派 虽然这篇文章中 达里奥的一些观点是亲共的立场 但是以他差不多40年来在中国的经历 和他与中共官员的接触 他的观察反而是准确的 他观察到中国内部的情况 与中共领导人的想法 与西方建制派的政治议程 与我们透视中国的观察几乎是一致的 只是我们的基点和立场不同 他是亲共的 而我们透视中国对不对相反 我们是通过评估中共的邪恶本性 和意识形态对世界秩序的危害 对中共的政策和政治动向作出风险评估 给我们的客户、政府机构、专家学者、投资者 提供参考意见 达里奥的这篇文章很长 在这里我只能说出他主要的观点 达里奥文章的第一个观点就是 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处于战争的边缘 因为双方都冒着非常接近对方红线的风险来极限施压 未来18个月内 政治可能会导致出现更加激烈的极限政策 从而发生双方帮不想出现的制裁或军事战争 达里奥指出 美国不团结的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虽然美国两党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反华 不过他们无法就反华的程度和方式达成一致 美国和台湾从现在到2024年大选的选择周期的政治时代表 可能会导致美国采取更多极端的反华极限政策 但里奥认为 接下来这18个月内 会有很多红线将会被极限的政策打破 这些红线就包括台湾独立、中共的军机和军舰 测试先前设定的红线、中共和俄罗斯的交往、经济制裁 控制和切断基本技术和抗产和其他类型的分歧 但里奥还强调 几乎所有和他谈过的政策制定者都很害怕战争 他们也认识到无论是经济脱钩还是军事对抗 都将是灾难性的 同时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极限 所以 达里奥认为 更大的挑衅很可能是来着于美国 而中国在未来三年内并不想打仗 预计中国会很克制 但是 达里奥还说 中国方面多次跟他说 他们认为一些美国人正在想想 将他们引入他们想要避免的战争陷阱 达里奥形容 中美发生战争的危险就好像 两个巨人在缘崖旁边六英寸的地方互相搏斗 还互相拉扯对方 而其他人也会被卷入这场危险的战斗 对于达里奥的观察 我们透视中国在分析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节目中已经指出了 拜登政府和主流媒体有点小题大作 在宣传上将事件描述为入侵美国 甚至和二战当时的德国和日本对美国的威胁相提并论 这样拜登政府未来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 好像帮护克兰那样帮民主的台湾对付专制的中国 就不会被人指责他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其实我们早在2022年初分析流亚洲被内控 以及在分析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工作报告 我们就已经分析出 习近平正在想起避免升级外部的冲突 中共现阶段的优先事项并不是要武力攻打台湾 而是更加倾向于用非暴力的手段来统一台湾 美国可能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就不停地踩中共的红线 刺激习近平 让他在台湾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此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2022年9月在外交雜誌上 发表了一篇差不多八千字的文章 对习近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蔡霞在结论中说 削弱习近平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 在战争中屈辱地失败 蔡霞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没有批评中共 而是有些回味江泽民时代的开明 达里奥文章的第二个观点是 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领导人越来越相信 美国正在衰落 深受国内问题的困扰 所以美国无法再充分主导世界秩序 世界正走向大混乱时期 达里奥说 很多人有一种强烈的信念 即世界迫切需要更强大的多边领导力 系统和机构 而中国非常可能 在帮助提供这些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 达里奥认为 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远离中国的冲突 还希望一切照教 因为这一切照教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通过和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领导人的交谈 中国人正在提供一种替代美国的方法 他还说 一些国家认为 当美国人试图将他们卷入战争 尤其是俄乌战争时 中国人正试图促进和平 比如沙特伊朗的协议 乌克兰和平之路的提议 达里奥还指出 美国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但现在美国的毒品 枪支木暴力 社会的冲突 基础设施的崩溃 政治功能的失调 金融恶化等问题 已经不再是这些领导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变成这样的地方了 所以 所有这些力量都在导致世界秩序发生变化 美国似乎在导后退 中国似乎在填补空白 两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 我们透视中国早在2021年中国展望中已经指出 在拜登哈利斯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将会下降 我们还指出 拜登哈利斯政府和精英 还会通过政府行动、宣传和运动 努力推进他的激进的左派议程 但面临着来自自由派、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和传统势力的反击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 很多人批评美国的共产主义的左倾政策 他并不是什么仇美、仇西方反对民主 其实是希望美国变回那个吸引人的 美利坚、合众国和山巅之城 而不是现在拜登政府推行左倾政策之下 社会严重分裂、将重罪、轻罪化、无罪化、 将吸毒性乱合法化的美国 前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表示过 绝不允许美国变成社会主义 没多久之前川普也表示 如果他在2024年当选总统 就会落力去清除深层政府、全球主义者和共产党员 因为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和最大的威胁 我们揭露西方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提醒人打击中共时 也要提防西方的共产主义势力 防止他们借机发动世界大战来实行专制 建立更专制的世界大政府 达里奥文章的第三个观点是 好像是指出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更独裁专制 其实是暗中在说中共的专制 比西方的民主更可以应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和战争 有些反共的媒体和评论员认为 达里奥这个是在批评中共 我们认为这样未免有些牵强和一厢情愿 达里奥在文章中其实是为习近平的更专制 享导淘之末粉 他说习近平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百年风暴做准备 因为在战争时期 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变得更专制 世界会变得更威权主义 即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 而达里奥在前面的观点中就说 美国更加有可能是挑起战争 并且因为美国的领导力下降 而导致当今的世界秩序的动荡 这意味着 习近平的更加专制是为了应对美国未来18个月内 可能挑起的战争 而中国在三年内并不想打仗 反而落力去维护多边主义和促成祸癖 不过 达里奥在文章中也确实指出了 中国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 比如 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管控的环境 是一个反精英主义和支持无产阶级的环境 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越来越多 有严重的失业问题 经济需要增长半知五才可以创造15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现在的经济更加像是一个指令的经济 虽然达里奥指出了中国存在的问题 不过这些本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这些批评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无关痛痒 接着达里奥说 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是视而不见 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政府还是鼓励民营企业家 但你还说 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科技 担心诸左科技战 而且习近平新的领导层 就说了中国投资者希望听到的有关开放和世界和平使者的所有应该做的事 他们甚至在做正确的事情 比如 达里奥和喬水基金和中国的监管机构的往来非常顺利 大家想想 达里奥这样说 哪里在批评中共 简直就是在和中共在做广告 他说中共重视科技会继续对外开放 想要和平而不想要战争 鼓励外资去投资中国的科技 这不是那些想投资中国的西方资本家想要吗? 达里奥还解释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 为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开脱 比如 达里奥说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更加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样是希望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和结果 而美国更加资本主义 这就导致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 那么达里奥的眼中 中共的共产主义似乎比美国的资本主义更加公平 达里奥在文章的最后 给美国提出了五点的建议 例如 缓和中美关系和避免战争 达里奥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圈美国和即将访美的中国高层计划者要进行良好的会晤 达里奥的文章发表之后 最近拜登政府似乎正在中国进行再接触 第二点的建议就是 派美国的参议员或代表团访问中国 一个非常资深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就问他 如果美国政要可以去台湾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去北京 如果有一个参议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对于那些想要和平的人将是一个好的笑头 不是的话 就是一个坏的笑头 第三点的建议就是 建立非常清晰的红线和清晰的沟通管道 以应对最坏的情况 第四点建议就是 让美国总统拜登11月 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会议上去接待习近平 第五点建议是 各方要明确表示和平比战争好 首要任务就是降低发生最严重战争的可能性方法 要达成一致 最好的方法就是 首先尝试寻找某种合作方式 比如应对气候的变化 达利奥在文章中似乎担心中美双方的极限政策 在未来18个月内可能会引发台海战争 这样他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上年第四季度 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就买了价值41亿美元的台积电股票 不过中国间跌气球事件之后 巴菲特在今年2月就将他持有的台积电股票 减持了86.2% 同一时间另外几家大的国家投资公司 亦和巴菲特这样大量减持上年买入的台积电股票 巴菲特除了抛售台积电之外 他从去年8月开始不停抛售中国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的比亚迪股票 已经减持了一半 套现超过250亿港元 巴菲特4月12日在东京接受美国媒体CNBC采访时 他再次解释他抛售台积电的主要原因 就是台湾存在着爆发战争的风险 大家知道了 巴菲特是西方金融圈里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西方的政界影响力亦是非常大 他可以拿到的情报必然比一般人更有优势 所以巴菲特对台湾存在的战争风险 并非是空月来风 他和达里奥一样更了解西方建制派的政治议程 达里奥在文章里面说 中美的战争风险 更大的挑战很可能是来自于美国 而中国在未来三年并不想打仗 台湾的官员也对夸大战争的危机表达了类似的担心 台湾首席经贸谈判代表邓振忠 5月初带领一个代表团和美国官员会面 他在5月4日发表的《美联社採访》里面说 我们应该避免任何不可真实反映真实情况的 夸大旗词或高谈判论 因为这样会制造恐惧无必要的恐慌 邓振忠的评论正好在中美两个最近紧密为台海的潜在危机 做准备的时候发表的 对于台海战争的风险评估 我们在比会员的简报里面已经多次做过分析了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订阅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 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掌握局势的发展动态了 达里奥对中共的看法是西方典型的《红猫派》的看法 他们不了解中共邪恶的生存和清白的特性 被眼前短期的利益和中共的偽装蒙蔽了 像达里奥这种《红猫派》 积极向中共叩投、讨好、希望获得利益 或缓和北京的愤怒 这是错误的决定 正如列宁所说的 资本家会向共产党出售吊死他们的承索 我们偷使中国一直在警告西方的企业、投资者和政府 中共从未放弃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共不会突然变成一个良性负责任的大国 因为中共为了生存 它可以做出任何承诺 也可以做出一些务实的改变 让自己争取喘息的空间 中共目前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极限施压的情况下 在外交方面非常暴躁 在军事野心方面非常克制 因为中共目前根本不具备使用硬实力 而保住政权不倒台的军事和经济能力 我们在2023年4月11日的《简报》中也指出 北京并没有向各国提供真正的多边主义、不建盟和选择权 而是希望将各国立入由中共领导的反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全球统一战线 那些支持中共的多边主义和大民主的国家 不知不觉中就认同了中共的马列主义世界观 并间接地纵容了它的统治世界的意识 中共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和平使者 只不过是希望通过和平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 将自己树立为好战的美国的替代者 以取得地缘政治上的胜利 如果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突然改善 国际环境发生变化 对中共大为有利的话 这样中共就会迅速改变它的和平立场 因为对于马列主义政权来说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主导全球方面 中共没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这样怎样的战略才可以打击中共 而又可以避免战争呢? 因为中共有轻霸全球的野心 如果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对中共垂政 这样就会养腐为患 最终让中共轻霸世界 如果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 一美采取极限政策 难免会走向战争 以中共邪恶的特性 和中国拥有核武的角度去考虑 中共在极端的情况下 不断牺牲人民来保存政权 其实我们透视中国在过去几年 已经多次向一些政府机构提交过研究报告和建议 我们提出对付中共的战略 不只是要在武力和经济上对中国施压 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邪恶的特性 进行大烈的揭露 让中共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没办法再扮救世主 因为中美之间 在经济上很难完全地勾 不然会出现大动荡 在军事上 如果中美发生战争 就很容易两败俱伤 相比之下 如果美国和西方 和中共打意识形态战、文化战、人权牌 这样就可以解体中共 又可以避免战争 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 不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 而是中共党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 共产党和中华五千年文明之间的冲突 因为东西方文明里都包含着普世价值 中共并不代表中华文明 虽然中共它试图将自己和中国等同起来 但中国和中共政权实际上是两个具有相反价值观的 独立的实体 成功的美国对华政策 第一步就是要区分中国和中共 不然的话 就会名不正 即言不信 最好的例子就是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10月的公开演讲中 明確区分了中共不是中国 中共不可以代表14亿的中国人 这样就搞到中共非常紧张 开动所有的宣传工具来攻击蓬佩奥 如果中共被逼和美国进行意识形态 或文明冲突的争论 中共就会面临政权危机 中共的官员和民众可能会通过关于意识形态 或文明冲突的争论 会更了解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 在区分价值体系那时 中共是处于一个巨大的劣势 因为它不倫不累 中共在捍卫它的国家掠夺资本主义模式 和精英独裁统治时 还必须为祖以名语掃地的共产主义辩误 如果中共强烈主张马克斯列宁主义 这样就会引起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的恐慌 加速资本外流和经济的恶化 如果中共不捍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样就可能会失去长期以来的统治合法性 也就是说 美国必须要了解中共如何去看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冲突 才可以制定有效的中国战略 因为根据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共的最终目标就是侵霸世界 只要中共去掌权 即使是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 获得最高权力 他们也不会进行商约党和自己权威的改革 所以习近平只是中共专制的症状 而不是一个异常的现象 那些反习不反中共的中国战略 只可以自表而不能自本 反而会让中共的政权有机会继续他的邪恶议程 但里奥所说的国际形势 一方面中美冲突逼近战争 另一方面中共趁机扮演和平使者 试图主导世界秩序 这正是美国的中国战略 没有真正打倒中共死亡的造成 其实我们透视中国在2020年初 和川普政府的评估人员 介绍过我们对中共的战略和建议之后 评估人员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 他们说 找我们这样的团队已经很久了 不过大家知道 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现在西方的建制派 非常倾向于权威主义的 我们提出的 针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战 并不符合威权主义者的口味 因为他们想要实现的政治议程 就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他们只想如何利用派系斗争 去拉着平落台 最近美国联邦参议员努比奥 他在5月17日发布了 328页开创性新冠病毒索联报告 其中引用我们透视中国 2020年4月发布的特别报告 和其他分析有30处 不过西方的主流媒体对这份报告 似乎是视而不见 其实追究中共掩盖新冠病毒起源 造成全球的大扭乞 和揭露疫情造成中国人的大量死亡 都是可以有力打击中共 而中共又很难反击 之前我在节目中解释过 掩盖追究新冠病毒起源 也会涉及美国的疾控中心和福奇 通过生态健康联盟 资助武汉实验室的问题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今年3月20日 签署的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 也只是要求美国国家的 介绍他的新书《永不让步为我所爱的美国而战》里面 也提出 美国联邦政府这部机器很难运转 他还提到了深层政府的问题 和他在国务院遇到重重的阻力 这样下半年的局势走向会怎样呢? 中共可不可以利用世界的动荡 和美国国内的问题 达到东升西降的战略目的呢? 我将会在6月底7月初举办一场年终演讲 分析下半年的走势 请大家留意演讲的预告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更及时的了解局势发展动态 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 关注透视中国 你会先知先觉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